你 给我的力量 让我 飞上了天空 因为你 我放飞梦想 只拥抱彩虹 我们家浩天啊 没有什么别的兴趣 就喜欢看书 对了 我给浩天打个电话啊 真的 伯母 妈 回来了 浩天啊 你看人家友善 买了好多的鲍鱼鱼翅 给我送过来 你瞧人家多有心啊 伯母 这没什么 要是珍珍有心的话 他也会送给您的 就他 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珍珍啊 现在可是我爸爸最器重的下属 连我这个亲生女儿都快比不上他了 夏经理 我知道你对我妈妈有误会 但是我相信我妈妈和夏董事长什么都没有 肯定是清白的 啊 什么 杨柳和夏董事长 这怎么回事啊 伯母 你还不知道啊 珍珍的妈妈和我爸爸是初恋情人 他爸爸死了之后 他那个漂亮的寡妇妈妈突然找我爸爸来了 接下来的故事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我请你不要这么说我妈妈好不好 我 好了 不要怕 不要怕 杨珍珍 你对人家友善这么凶干什么呀 是你妈妈又管人家爸爸 你应该回去告诉你妈妈 好好收敛一点 伯母 我妈妈真的没有 我不管她有没有 就算是因为这样 你被夏董事长提拔 你呀 你也没有办法跟人家夏小姐比 妈 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 那你教我怎么说啊 啊 现在是杨柳破坏人家家庭 委屈的是友善 你呀 你只要见到这个杨珍珍 你的眼睛瞎了一半 根本就分不清是非黑白了你 伯母好了 我知道您心疼我 但是我也不希望您为了我跟浩天闹得不愉快啊 毕竟亲情是最无价的 也是最值得珍惜的 我爸爸现在已经为了别的女人 不惜跟我争取 也不惜让我伤心 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心疼我 真是作孽 你回去告诉你妈妈 别再让他作孽了好不好啊 珍珍 珍珍 不许追 珍珍 没事没事啊 好孩子 没事没事啊 没事啊 没事 不哭了 妈 妈 怎么了 什么事这么急啊 妈 怎么了怎么了 妈你来 大呼小叫的 妈 我的心脏都快被吓出来了 怎么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还和夏董事长有联络 你说话呀 是不是像夏尔善说的那样 你和夏董事长有私情 就是因为这个夏董事长才对我好 才给我成立室内设计部门 夏董事长有联络 是不是这样 妈 妈 麻烦你告诉我实话 我不管你做过什么 或是别人说了什么 没有关系 你永远都是我最爱最亲的人 我只想知道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 我真的 来来来来 你说谁告诉你的 夏有善 他不止跟我说 而且还跟浩天的妈妈说 你怎么能信他的话呢 他是恨不得 想方设法要散播你的坏话 要把你从浩天的身边赶走 我告诉你 不要相信他的 更不要怕他 他根本就是在妒忌你 妒忌 妒忌什么 他是夏家的千金 他从小就含着金汤池长大 我杨珍珍有什么可值得他妒忌的 妈 你告诉我吧 你告诉我好不好 珍珍 你相信妈 妈跟她都过去了 现在最多只是朋友 妈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我真的不允许别人那么说你 如果夏有善再这么污蔑你 我肯定会跳出来为你打抱不平的 凭什么这么说我妈 珍珍 现在呢 不管任何人说你任何事都不要相信 人最重要的就是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 今天惹出这么多事 都是因为郑松要为珍珍成立心不满 如果珍珍拒绝 也许所有的纷争就会停止了 你不是去看办公室了吗 嗯 怎么样 那个办公室啊 好漂亮 好大 而且那个事业特别特别的好 珍珍你听我说 你辞职吧 夏董事长 的确是对我们很好 但是这个好 好得让我们难以承受 我们以往的日子过得踏实 如果你辞职 也许我们就可以 不 我不辞职 珍珍 妈 为什么要辞职 既然像您说的那样 你和夏董事长根本什么都没有 我们有什么可怕的 怕什么 妈 除非你跟夏董事长有什么别的协议 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才来帮助我 否则 夏董事长只是因为欣赏我的才华 那我就不会让你失望的 就像秀朗阿姨说的 问心无愧 妈 问心无愧 太完美的爱情 我不相信 干嘛 干嘛 别跑 我踩 我要送我的女朋友回家 可是我不知道她家住哪 喂 你不会忘了你家住哪 不会啊 不如你送我去夏董事长家吧 我去接我妈妈一起回去 好啊 那我们就接你妈一起回你家 然后我想问问你妈你小时候的去世 顺便看看你小时候的照片 你干嘛想看人家小时候的照片 你不会是想看我的裸照吧 裸照 你拍裸照啊 对啊 不是每个人小时候都拍过什么 洗澡之后啊 嗯 光着屁股的照片啊 原来是这种照片啊 那要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呀 你不会是什么呀 你干嘛看我啊 再看我把你演出都挖出来 拜托 就算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好不好 你的身材根本就是支线型 曲线型 我只能说我是个注重内涵的好男人 讨厌 本来就是嘛 你说谁呢 都说谁 对吧 你又是你还真定义 你知道吗 该言归正传了 你还有什么实话没有告诉我 什么 就是你家住哪 你还有什么没跟我讲 这个 其实 我家住的并不远 就在这个附近 你只要把我送到 这儿 随便哪个巷子口 把我放下就可以了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我知道 你非常想去我家坐一坐 对不对 可是现在已经好晚了 改天 改天我再请你好不好 好巧 是不是 我都觉得我们两家住的一点都不远 好啊 当然好 我就送你到你家的巷口 然后你自己小心点好不好 OK 就这么定了 走 走啊 没有一天都不远 没有一天都不远 我心疼 我心疼 就在这儿了 我家呢就住在这个附近 你只要把我送到这里就好了 你家是住在这附近的哪一间呢 就前面那个巷子 我家就在那个里面 就住在巷子里啊 很简陋是吧 可是真的很温馨 下次你看过之后就知道了 简陋 但是温馨 我先回去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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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要玩是不是 我就陪你玩 还真是要命啊 从这里走回家 好有好长一段路呢 管他呢 先去兜一兜 再想办法叫出租车吧 怎么办啊 为了一个小伙 还要扯更多的大伙 万一要是有一天 只真的把不中火了怎么办啊 哦 那颜格一定恨死我了 我回来了 好累啊 刚刚打出租车啊 打了半天都没有打到 害得我现在才回来 你去哪儿啊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拜访夏董事长 你不是已经回家了 怎么又跑回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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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来 我妈 我妈 你不是快要下班了 我好饿 你可不可以帮我回去做宵夜啊 饿 冰箱里有吃的呀 那个人今天来拜访啊 带了好多的名产 那是给夏夫人吃的 我当然不好意思吃啊 哎呀 你这孩子 伯伯 您这个女儿是不是很麻烦啊 没礼貌 她是我妈哎 在我妈面前讲我坏话 我是她生的 好了 别再往下演了 行吗 哎 当我夏正宋的女儿 有这么丢人吗 不是早跟你说了 不能骗 要诚实面对 你们 你 你要装到什么时候 我早知道了 你知道 你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怎么也没问我 我现在是给你机会说实话 懂不懂 原来你没跟人家总经理说实话 什么住在我家附近的巷子 还说要来夏家接你妈妈下班 简陋 但是温馨 什么你爸妈是乡下人 个性简单淳朴的 真会变 哎呀 不是啦 我并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 我 难怪逍遥说你是条大鱼 原来你是幸福地产董事长的千金 我真想知道 如果我不拆穿你 你会骗我到什么时候 我们都已经正式交往了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严总经理 还不止这样呢 他在外面都正式有了男朋友了 回到家里居然只字不提 你这孩子 真会搞神秘 非要把结婚戒指戴在手上 才给我们一个惊喜 不是啦 爸 妈 我只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 那请问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时机 你还说我 你还不是一样 知道我的身份不说出来 害我瞒得那么辛苦 像我这么简单 可爱又单纯的人 说谎对于我来说 是一门特别高深的学问 你调查过我 谁调查过 你是不是知道过我的身份之后 才和我交往的 你把我和逍遥看成同一种人 她凭什么和我比 那你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我身份的 我最讨厌人家知道我身份才和我交往 你知不知道 你懂不懂 我怎么会不懂 如果我有个女儿不承认我是她爸爸 我肯定会很难过 你有没有替你父母想过 不管是谁的女儿 不管你有没有背景 我喜欢的就是你天美这个人 我喜欢的是她单纯善良的个性 你姓什么完全不能改变我的心意 伯父伯母 请你们同意我和天美交往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今天很冒昧在两位面前拆穿天美 主要是因为 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的秘密 我希望我们可以坦诚相对 我觉得这也是两人交往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请两位原谅我的唐突 我了解 我了解 我这个女儿啊 是糊涂又可爱 善良的让人心疼的好女孩 所以啊 真的请你好好的珍惜 不会的 天美 以后也不能这个样子 我们虽然不需要炫耀自己的家事和财产 但是也没有必要为了掩饰而去说谎 你看你姐姐 她很坦然的做我们的女儿很快乐 并没有人为了目的而去跟她交往 如果是真的 低调点也好 他们两个的交往可是建筑界的大事 幸福地产的千金跟层峰建设的沿走 要是记者知道了 那肯定得大肆报道啊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我就是不喜欢这样做你的女朋友 我怎么会不懂 可以低调 但不可以说谎 好了好了好了 两个人在一起 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嘛 我和你爸爸为你们高兴 我到底该不该把爸爸和杨柳的事情公诸于身 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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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说我也不想听 除非你把杨柳柳开除 不然我永远都不会跟你说话 柳山 天下父母心 爸爸不会伤害你的 爸爸所做的一切 都有我的苦衷 有我的理由 你这样对待爸爸 爸爸真的很伤心啊 爸 爸 你最疼我了 你可不可以 让杨柳柳离开幸福地产啊 你不要再和杨柳母女见面了 好不好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 柳山 过去一直是爸爸试图理解你 帮助你 这次 应该是你学习如何理解爸爸的时候 爸 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呢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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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那么坚持 为什么 对不起 我知道我这么做 会有很多人受伤 但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和妈妈 我不得不想办法 逼你做出选择 怎么了 柳山他怎么样了 一个人躲到房间里去了 孩子大了 越来越难沟通了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孩子嘛 从小啊 一受到欺负 他是一定要还击的 你放心吧 我找时间呢 好好地开导开导他 他虽然好强 但是人很聪明 我一说他就懂了 也对啊 你觉得严格这孩子怎么样 不错啊 我觉得呀 天美迷迷糊糊的个性 怎么能找到严格这么优秀的男朋友呢 也许啊 这就是傻人有傻福啊 妈 爸 你们在聊什么 聊你的真命天子 真的吗 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很满意 我觉得这孩子太不够稳重了 他居然用这种方式揭开你的身份 而且我们长辈都在场 他还你一句我一句和你争辩个不停 哪像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啊 不行不行 就是嘛 不是啦 他平时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他在工作上真的是超级稳重 超有调底的一个人 他今天会这样 一定是因为他太气我骗他了 真的真的 是真的 好了好了 不用解释了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你啊 就是怕我和你妈妈反对你们交往是吗 我 不是啦 傻丫头 告诉妈妈 你是不是特别的喜欢她 当然啦 你不觉得他超帅的吗 他跟我从前所有交往过的男生都不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他每天都找我的麻烦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一起的时候 我每天都被他气得个半死 可是刚刚分开 我就开始想念 我想 这应该就是爱情吧 看你得到幸福 妈妈真的为你开心啊 真的 不过 要是友善 也能跟你一样 那该多好 妈妈心里这块石头 也就落下了 可惜 浩天已经有了珍珍 不用担心了 你看姐 她那么漂亮 那么优秀 只要她点头 外面觉得一群优秀的人排队等着呢 问题是让她点头的人太少了 你不知道我给她介绍了多少对象啊 她都看不上 就是看上了浩天 我现在真的很怕 她知道了连你都有了交往对象 她心里过不去啊 妈 我懂 你不用担心 我是不会在姐面前炫耀我的幸福 所以啊 她现在根本不知道我跟颜哥在一起 真是个贴心的好孩子 您的菜 慢走啊 老公你看 这像不像在咱们菜市场里买菜的羊柳啊 我看不太像 这个女的文质彬彬的 怎么文质彬彬 你们男人对这样 小心 过来 你看 我说是那个羊柳 我老公说不是 你看看 你看 你看看 就是她 就是 我说是她 她还说不是她 卖鸡肉饭呢 就是嘛 写得清清楚楚的 不像啊 这你们看错了 很新鲜错 来了 来了 你看看 苦瓜不错 就是啊 老板 这苦瓜怎么卖 不卖啊 有啊 也不卖给你这种 抢别人老公的狐狸精 就是 怎么回事啊 问你多少钱 你看 怎么回事啊 多少钱呢 报纸都登出来了 你们还狡辩 你看 人家幸福一家人 多恩爱啊 你干这种缺德事 破坏人家家庭 怎么会这样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真不晓得 夏董事长 怎么看得上你这种 买鸡肉饭的乡下女人呢 就是啊 人家夏夫人多可爱 你多公义啊 我家狗赌了 人家花钱 给我们弄好啊 还不要我们什么回报 干了这么多好事 你忍心伤害他 你俩这么说话啊 我怎么说话 欺负人呐 谁欺负你啊 我跟你说 杨柳士跟夏董事长在余境之前就认识的 欺负人 你记得吗 欺负人呐 我们就知道你抢人家老公 我告诉他们这么说 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们就知道你抢人家老公 真是 你说什么呢你啊 好了 你别放下 你放下 你别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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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怕你啊 胡说小弟啊 我们欺负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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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什么 俊妈 今天的报纸呢 哦 在这儿呢 我知道了 我正看着呢 好 就这样 爸 是有什么重大新闻吗 哦 没事 没事 我看一下 哎呀没事了 我看一下啊 怎么回事啊 真的呢 月婧 我 我真的跟杨柳见过面了 但我们都是为了孩子的事 我跟她真的没什么 孩子的事 除非杨真真是你的亲生女儿 否则 你们俩有什么孩子的事可聊的 玉京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我们夫妻都这么多年感情了 正因为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怎么可以这么伤害我 我 你忘了 你口口声声告诉我 你们已经过去了 你说 你们只是老朋友 哎呀 我跟杨柳真 真的没有啊 照片都登出来了 你还在否认 玉京 你冷静一点 你听我好好解释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人偷拍这些照片 但是我跟杨柳确确确实实是没有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紧莫尾 姐 不要火上浇油 真的是你 是你通知报社 要他们来拍这些照片的是吗 没错 就是我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你干什么 你自己做错了事情 为什么要打孩子 我 算了吗 爸都愿意为了那个女人 为他女儿建一个部门 我这个女儿在他心目中 早就失去地位了 夏勇善 你说什么 明明是你先对不起骂的 你敢说 你没有去跟杨柳见面 你敢说 你没有带杨柳去看本故事 你敢说你没有买一条手链送给杨柳柳 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工作的 你让其他的同事怎么看啊 玉京 玉京 我会这么做 因为我都有自己的道理啊 道理 什么道理 是想找今后跟那个女人继续来往吧 爸 只算你对这个女人再难以忘怀 你已经有我们了 已经有这个家了 请你不要一错再错 夏勇善 爸 姐 你们不要再吵 不要再争执了 现在不论你们说什么 最受伤害的还是妈妈 妈 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你和真正的妈妈是 我说了没有啊 难道你也跟友善一样 不相信爸爸吗 爸 我没有要不相信你 是你这件事情做得太明显 太粗糟了 让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自欺欺人 我知道的 你现在一定很弃我 甚至非常恨我 但是我一定不会后悔自己这样做 只要我能让你和那对母女断绝来往 只要能保住这个家 保住幸福地产 让我整个家回到过去快快乐乐的日子 我觉得这个难关我们是可以度过的 你根本不是为了这个家 你是为了要掌控这个家 我 姐 就算爸他真的一时糊涂 就算他真的有错 你可以去找他商量 可以来找我呀 我们一起想办法把爸爸挽回来 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扯到媒体上去 为什么要把公司业扯进来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些个记者 喂 对不起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告诉你 对不起啊 喂 什么 你们在我们家外面 很抱歉 现在真的不需要叫你们 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召开记者会 谢谢 你看你 现在你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大 就算妈妈心里愿意原谅爸爸了 可是他面子上还是过不去啊 姐 你这个事情真的做错了 真的错了 真的错了 不知道 你不看我 只是想起过去啊 不要 你有没有想起来 你这个事情 希望你都能够我 要不去抢了 你不要 很伤心 因为你觉得我背叛了你 但事实上 我真的没有 这是一条 跟我们女儿一模一样的熟练 我们领养友善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这辈子 我一定会把友善 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 当时 我们就跟她打了这样的熟练 后来天美出生之后 我们也同样为她做了一条 你还记得吗 你现在拿的这条链子 我本打算 把它送给珍珍的 可她不肯接受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月婧 你听我说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我知道的时候比你还震惊 因为我不晓得 杨柳离开我的时候 已经有了身孕 我也不知道 她为了给孩子一个名分 就嫁给了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男人 她的这一生已经让我给毁了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我也不想明白 月婧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 我知道你不能够接受 但这些事实都是在我认识你之前就已经发生的 从我娶了你之后 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你 因为我知道 我应该珍惜你 疼惜你 更生于一切 那你为什么又和别人有了孩子吗 我们是夫妻 我有两个女儿 你也应该只有这两个女儿 难道你要跟杨柳永远纠缠不亲 你们永远有个杨珍珍吗 我不敢舍望和杨珍珍相认 但是我毕竟是珍珍的父亲 我不能不管他 我更不能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却视而不见 我求你了 我这个父亲 已经是很不负责任 已经是很失败了 请你看在 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份上 让我为珍珍静一点心吧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一直在为难我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自己 要明示力十大体 可是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会心痛 我会难过你 懂吗 我会心碎 你知道你多么残忍吗 你居然让我去成全 你跟另一个女人的孩子 你这么做 你还不如往我心上炸透呢 对不起 我真的也是刚刚才知道 有这么个孩子 我 那你就应该 你知道就告诉我 你应该让我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又不是什么恶毒的女人 我会去找杨柳潭 我会给他们母女俩一笔钱 让他们好好的生活 可是现在 现在都上报纸了 你让我怎么办 你让我怎么办 你也不要再说了 我不会原谅你的 我现在气的 不是你有个女儿 我气的是 你有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 你欺骗我 隐瞒我 你干嘛就不尊重我 昨天人家严格还说了 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坦诚面对 你做到了吗 爸妈 你们谈得怎么样了 姐 其实解决这个事情很简单 就交给记者招待会来否定一切 然后你们两个牵手出现 免去杨真真的职务 让幸福地场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一切很快就会风平浪静的 友善 你这样习惯操纵媒体 难保有一天媒体也一样会嘲弄你的 你到底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外面全部都是记者 请你快点决定接下来的事情 我去跟他们说 不然他们是不会走的 还有 我要杨真真离职 如果爸连这点诚意都做不到的话 那妈也没有必要原谅你 姐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 是不是原谅爸 那是妈的选择 我怎么了 我现在牺牲我自己来拯救这个家 我为了这件事情 还被爸爸打了一记耳光 爸爸从来都没有打过我 却因为杨真真母女打我 我还不够委屈吗 今天我还可以冷静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爱这个家 爸 几点开记者会 请你不要再拖了 我不会开记者会的 爸 我做我的 我温馨无愧 我不会随着媒体起舞的 尤山 你不可以这样操纵媒体 我也不会让你做一个为了达到目的 就挖坑陷害自己父亲 威胁自己父亲的女儿 爸 爸 妈 这要下去事情会很麻烦的 幸福地产的销售会受到影响 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的 妈 妈 怎么了 你过来 什么 你不是说你跟夏董事长没有什么的吗 怎么会有这种照片吗 珍珍 你相信吗 我跟夏董事长真的是清白的 好 妈 我相信你 那我们现在就去解释清楚 我不许人家这样误会你 污蔑你 走 干嘛去 卢卢 大人的事 你这 让我去吧 让我去解释清楚 你现在就去吧 我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讲了 现在家里真的乱成一团了 总之今天我一定要请假 好就先这样 抱歉 拜拜 太太 太太 先生你们还不快拦着太太 妈 有什么不开心 有什么事情 就说出来 大家解决掉 就没事了 玉京 你们都不要拦我了 这个家 我已经不能呼吸了 太太 玉京 是我的错 是我伤了你的心 如果必须要有一个人离开这里 那应该是我走 爸 爸 幸福城堡的销售严重受到影响 原本要推出第二期的 现在看连也要推迟了 我跟友善刚从销售现场过来 很多客户听到这个消息 开始要求退定金 这个结果是你要的 等一下我就离开这个家 但是我想知道 当你把这件事情通给媒体知道的时候 你是否想过 这个家将永远永远不再完整了 我跟郑松 是清白的 对于报道上的种种主控 完全是不实的暴力 我没有外遇 不爱我的家庭 你们都差不多 你们已经帮我妈骑云倒了 还想怎么样 你这块是不敏心 有事儿 今后的 我们一起走 我答应我没 我肯定不跟你谈感情的事 免得让你为难 总没有想过 自己有什么 我太过爱你 爱到自己心里会痛 我太过恨你 爱你不如 恨自己温柔 我太过恨你 从没有想过 被爱的感动 我太过爱你 忘了自己需要 爱情的 爱情的 我太过恨你 忘了自己需要 爱情的 我太过恨你 忘了自己需要